端午假期 南台湾旅游热 屏東小琉球涌进了登岛的游客 今天一大早 当地知名早餐店的人潮 就绵延了200公尺 至少要等半个小时才排得到 而另外排队盛况 也出现在台南牛肉汤的名店 临假进入第二天 高雄寿山动物园 也新了亲子家庭前来造访 不但预购门票卖个金光 出国入园人数 更是多达6000人左右 登岛小琉球吃早餐有多夯 店门口一路往后 排了将近200公尺 来小琉球玩 一早填饱肚子 等待时间半小时起跳 当地人推荐 然后每次来都吃这菜 往上看到这里好像很粗 在第三十年老店 现做早点还有招牌充油调壁肠 就算要等游客也甘愿 要笑话人潮 店里员工更是凌晨两点半 就起床备料 说起美食少不了台南 大概一个小时吧 搜寻一下 觉得这间很有名就过来拍照 清晨一场雨 没交习喝牛肉汤好心情 病店同样生意很好 廉价出游 高雄寿山动物园 更是一开园 就涌现人潮 想要来这边看各种动物 让他们去走走认识动物 就是帮小朋友戴电风扇 然后戴帽子 帽子养伞扇子 能消暑遮阳的全带出门 但食物不能外露 以防迷猴抢食 原方特别租借防猴背包 让食物隐形 不要走 不要边走边吃 廉价前三天 预售票卖光 第一天五千人入园 估计第二天上看六千人次 端午炸击南台湾旅游热 记者综合报道